Hello, 大家好, Annie, 五安 大家好, 居持好 好, 那我们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上次就说到 我刚刚在拉斯维加斯进行了培训 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Annie, 对于我今次有得资助的培训 所学到的东西 更加看得到这个公司很前瞻性 认为我们要保持健康 不仅是身体, 思想上也重要 我答应了大家 我们连续的这几天 都会公开给大家听 就是我们究竟在拉斯维加斯奥 学到什么 而且对你很有帮助 大家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先告诉大家 在今次我们学的 其实我们今次Yousana 也和一间公司 它叫做Ola Ola Aloha 这个公司由医生 由两个医生去创办 这一盒东西里面 就有一些小工具 这个小工具里面 有些什么呢 当时我收到这份礼物 那个医生说 这份礼物就会令你改变一生 然后就会监控你自己 就是不要监控 看着你自己的进步 当时我们即时想 是不是戴着手机 看着自己的心跳 因为我们一直的观念就是 健康 很多人都会健康 带着那些计心跳的手标 对不对 而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个课程 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生 是有七大范畴 我们要取得平衡 我们才会为之 可以有一个美满的人生 美满这个字 人人不同 你的美满和我的美满不同 当然是以自己的定义 当时我们的活动 就会有一个 这个其实是贴碗的帖子 这个帖子 贴上去就是 你对于七大范畴的目标 而这个是一个滑浪版 因为阿努霞 阿努霞的生活态度就是 有限 但是有目标性的 是令到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的 按着七大范畴 今天我想告诉大家 这七大范畴 其实这些贴字 里面是什么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他就会告诉我们 第一个范畴的就是 你的朋友 你究竟多不多一个资深朋友 一个支持到你的朋友 是不是一个好的正能量范畴的朋友 第二个就是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 究竟你的家人 你会不会每一个星期都会见到他们呢 你会不会关心他们呢 这个就是一个Favor 这个是不同的 你当然 你有信仰的 你对于你的信仰程度 你会不会每个星期都会去教会 而至于我呢 就是宇宙和佛 所以我会不会是坚守着 相信宇宙永远都会是 为我安排最好的东西 佛陀 观音都永远是最好的对我 还有一个 这个很重要 就是分 分就是喜乐 究竟你会不会为自己 设计一些 叫做bucket list 就是说你会不会人生有什么 你会完成的 有些事 你会看到这些贴字 你会写 然后贴在板上 你会看到 这里未够 未有七样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 我认为非常重要 已经贴在这里 还有一件事 就是叫做健康 健康这件事很重要的 不只是健康 是你有没有做运动 还有就是Field Field的意思就是你的事业 或者你的工作 是怎么样 你能不能够彰显能力 还有就是你的Finance 财政 这个就是我们今次 那天的 那个星期的培训 我们会就着这七大的目标 去想想自己 反思自己 今天当然 就不要跟大家说七样 是吧 那我们今天 不如先挑一个 是很重要的 而这个 当然 那一天 两天一夜 去参加这个培训的时候 那我呢 当然 就着自己的个人 去填这七样东西 回到来之后 我和Annie去分享的时候 我又在想着 因为 其实大家都很认同 就是金钱是很重要的 但原来看完这七样东西 金钱不是最重要的 不是一个最重要的範疇 是七大其中一个 那我这次也想跟大家说 就是 我们呢 知道 你怎么样去赚金钱 就是你的事业 或者你的工作 是最大的金钱来源 那我就立即和Annie想了 其实 究竟我们现在做的事业 或者工作 能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七样东西呢 那今天呢 我们呢 就先分享一下 去讨论一下 究竟家庭 家庭上面 由Annie来告诉我们 我知道你之前做过自己的生意 你也打过工 那现在更加是自己的老板 要删拿 那你在不同的阶段上来说 在那些的 譬如帮别人自己去做一些传统行业 做老板的时候 这个事业 对你家庭上面 又有什么帮助呢 当你后期 移转民来加拿大了 是去做打工了 打工这一份的事业 又令到你的家庭上面有什么被益呢 而现在 你坚守住USANA十几年了 那你在USANA上面 又看得到他在家庭方面 又怎样帮到你呢 其实呢 因为我自己在大陆做生意 做传统生意的时候 你就真的要亲力亲为 你任何东西不亲力亲为 其实你很难做 那你当时呢 其实我说家庭来说 我都感恩一下 我在中国做事的时候 其实我家是很support我的 就是我是感受到 家里support你的那种重要性 我就感受到这些东西 但是时间就不到你分配了 那当移民过来的时候 那你就把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断了 过来重新去打工 那我打了一个工 打了好几年 几年工我就没有打了 那我就出去做生意 再打工的时候呢 那你就 根本再打工的时候 我们因为过来 始终我们的语言 一个方面 就是打工 就是很普通的工 那你人工低了 时间不到你做事 那结婚三十年之后呢 你为了要照顾孩子呢 那你那些工呢 我跟人家说我出去打工呢 请假 照顾孩子 人家就说因为你请假 所以不加人工 就是很多了 你一加班 我要照顾孩子 你又不能加班 其实那一刻我出去打工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 不是我华士 还没有自尊 我连个儿子都不可以说 我要照顾孩子就照顾孩子 还要给人家说些不好听的说话 就是很难 就是那一刻自己是不好受的 但不好受怎么办 刚来到你没办法 最终压力压力的人都病了 病了的时候呢 其实我就想回头 你都压到病了 那其实走回头 我经常都在这里分享 我说没有尔森兰就没有我 肥子没有健康 每一样都没有 今天因为讲家庭的时候 我只是讲家庭一样东西 分享家庭一样东西 尔森兰给了我些什么呢 其实就是 首先我在尔森兰里面 因为我要在尔森兰里面 共同成长 我在这里学习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做尔森兰 不是只是说 你去学玩才学卖产物 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给到我的家庭 就是我学到 我个人成长是怎么和人沟通 和人沟通这件事 你怎样去沟通 怎样换位思考 那在这个问题上 当你了解了 怎样沟通换位思考的时候 你在家庭的沟通上面 你就会完全不同了 跟小孩的沟通 都是不同了 而且你可以自己画事 我自己画事 我要臭小孩 我要有什么 我家里有什么 做的时候 那我可以先做到我家里的事 尔森兰里的事 我可以補回去做 我做到的 就是 自主权在自己那里 自己画事 做到自己的事 今天只是讲家庭 我就分享 他给到我什么 令到我家庭 我觉得是整个家庭的格局都不同了 令到格局升級 令到你的人是和相處不一样 那我就觉得是 因为我自己学了之后 令到格局不同了 其实就是 给到下一代 一个榜样在那里 那这个是 就是言言传传 我觉得是 真的这十多年 我自己的成长 是给到家庭 是很多很多好处 至于经济社会 那些就今天不讲 我只是讲什么 就是给到一个榜样 给到我们的家庭 是和谐很多 是啊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最重要的是 研究和身教 那你想到 在以往过往 仲然你在中国做事业 做生意的时候 是家人支持 但是家人支持的时候 是令到你放心去做 但是我们呢 做这个事业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面对外面的客人 那一定啊 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 第二 就是当你来到这边的打工 就是为了要照顾自己的子女 这个天经地义 但是呢 就可能是因此而听到 你因为请假太多啊 你不加班啊 令到呢 你进升啊 没什么机会啊 那你一定是有情绪 带回家的 那你想想一下 纵然你有多么 控制情绪好的话呢 那小朋友是对这些东西很敏感的 那当然呢 他都会感受到 那你整个 刚才你提到 整个家庭的氛围 会有所转变啊 这个很认同的 因为当你从事了Yosana的事业 这个事业其实是一个分享的事业 将你认识的知识 和一个这么好的产品 和最重要的是一个Yosana的生活态度 你一些这么正能量的东西 你去分享给别人的时候 你所回馈的都是一些正能量的回来给你的时候 那你带回家的都是一些好的能量 还有我们经常说 在这个事业里面来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空杯的心态 我们出去 就算很多人都是一些高管啊 或者是一些家庭主妇也好 其实我们自己当然有个能力 但是我们对于Yosana的事业 大家都是一个由零开始 那在这个这么好的环境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如何去和别人沟通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和儿子的沟通 和理心 而这个就是Annie在这十多年来 见证着从事Yosana的事业的时候 在她家庭方面打给她的就是时间自由 和她整个家庭的氛围和格局提升 那到我了 那我自己没有子女 但是我是一个是妈妈的女儿 那我开心的一件事就是 这个也是藉着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就是在刚刚的上个星期 我和我妈妈一起 因为我妈妈也是很支持 她的支持全因 因为不只是因为我是她女儿的身份 因为她真的见证着 在当时Yosana在健康上面 如何帮我 看到那女儿在加拿大自己生活的时候 仍然都是觉得可以很安稳的生活 那她然后就跟从 成为了我香港的伙伴 那我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 刚刚过去的星期 就是我和妈妈一起同时升了幾级 那她很开心的 因为其实我妈妈一直是一个很进责 是不是 每一个妈妈都一定是 那个角色 我妈妈是一个在职的家庭主妇 从小到大 妈妈都当然是吃住 就当然是无忧的了 那接着她都会带我们去旅行的了 无论在精神上 或者是体力上 都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支持的 这些我相信 普遍妈妈都会这样做 但是很多时候 到我们长大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 我有身边我有伴侣了 我有我的朋友支持我了 妈你多余了 是不是 多余我的妈妈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是 但是我妈妈跟我回应回来 就是她退休了 她当她退休那一刻 她刚刚就做UZANA的事业 我妈妈是很幸福的 我妈妈只是做过一份工 这一份工做到她退休的 她很喜欢这份工 我可以说这个是她的职业 但是我为我妈妈高兴 她也很高兴就是 当她完成了这个职业之后 她退休了 但是她开展了另一个 令到她更加满足 更加开心的事业 就是UZANA 而我妈妈也都可以很光荣地 跟她的其他有子女 有孙女 有孙子的朋友 去跟她分享就是 我到现在这一刻 我仍然不仅仅是精神上 言语上 去支持我远在加拿大的女儿 是她行动上 金钱上 都仍然是可以支持到她的女儿 同时也令到她有一个好的收入 而她多了一些收入 当然她 常常都这样说 我们这些是额外赚了的钱 她是可以做到很多其他的事 更有意义的事 那对于我来说 家庭 UZANA对我的家庭的影响 我可以说是我妈妈 我现在每星期都 有人常常说 你每星期 你有没有打电话给你妈妈的 你去家 我不是只是打电话给妈妈 其实我们是 Elly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群组 我们每一天 我妈妈都会和我分享她的喜悦 如何帮到人 然后我每星期都会 视像和妈妈去聊天 非常之好 是的 那这些就是我得到的家庭的事情 而更加我现在有能力 是可以快速假 我飞回去几个月 我就是去 我不需要担心在哪里请假 或者什么 我就是随意地 和她回到香港见她们 然后跟她们去台湾 和她们去其他地方 最开心的就是 我妈妈能够很有 很引以为荣 就是我这个女儿 是的 就是我这个女儿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事业上 在家庭上看到的 在Yosana的改变 我从来都会觉得 我自己是一个思维的教练 我也是一个催眠师 我知道有很多的方法 是怎样去令到 你知道我们始终都有时候 要将一些比较新的观念 营养的观念 去介绍给人的时候 有些人会觉得 第一 就会抗拒 那 我是见证着我妈妈 怎样去 帮到她 由 最初 很介意 或者是什么的心情 到现在 她会只是觉得 我是一个正中自己的福田 我是在帮人 我见到我妈妈每一天都在进步 她对她自己处事 她自己都回馈回给我 就是觉得 我现在改变了很多 就是我觉得 大家我相信很少会觉得 哇 见到妈妈会在你面前说 女儿我现在觉得我 我没有那么紧张 和人说话那些 我想很少 可能你也很少会坐下 和女儿 和妈妈说话 甚至乎你会像老师那样 去教导你妈妈 如何去处理一些情绪上的事情 这个也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很引以为榮的 就是我有这么好的伙伴 去拓展我的事业 这个就是 恭喜你 恭喜你 是的 我们说起 回香港旅游 我自己很坦白一句 因为之前我父母在澳洲 我要去澳洲 我要请假 我要什么 现在我就不是了 我现在要走 我要走 我一走 我可以走三个月 没问题 我随时说走就走 我自己说是 我看父母 因为第二个月 我就可以走 我觉得这件事是令到我 不需要和任何人去拿假 时间上 给到我是一个很 我做事的人 这是最容易的一件事 我是很开心 所以今天我们都越说越兴奋 是吧 今天可能长了一点 不过希望大家如果 你现在身处在一个环境里面 就是你根本没有一个时间 不要告诉自己 你连给家人都没有 又或者你每天都发现自己 是带了一些工作上的压力 回来的时候 那你很想了解 究竟我在营养层面 可以怎么令到我的压力舒缓 的话 你可以在现在留言给我们 又或者是找Annie 又或者是找我 如果你至于想去彻底去改变一下 究竟我有什么的方法 令到我可以去慢慢 逐步逐步地去改变了这个环境 而令到我不变的收入 不会有影响 反而是增加的 而同时有一个被益 就是我家庭上好的话 那也是 这个绝对是 你可以联络我 和Annie 因为这是我们见证了很多的情况 所有都是可以解决的 只是你愿不愿意去正视 这个问题 和开放你自己去聆听 去聆听你有什么的选择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只是说了一样 那还有六样 那大家记住 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 对你有影响 有意义的话 就请你like 和share给人 又或者可以继续看回我们之前 和Annie一起做的一些Live 希望大家能够在2023年 展开你一个更好的一年 好吗 好的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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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